哈喽,大家好,我是汪哥,今天我们来看一部讲述陪伴的3D动画短片《幻电池》。 宁静的山村中居住着一个孤独的老人,这天他的门铃被暗响,打开门一看是一个包裹,包裹里装着老人的儿女们给他寄的机器人,机器人代替着他们去陪伴老人。 他替老人扫地,帮他浇花,陪他看夕阳,在深夜为他盖上一层宝毯,和他一同看电视,吃早餐。 但机器人始终是机器,很快就没了电,老人为他换上了新的电池,他又恢复了往常的运作,他们日复一日地互相陪伴,老人咳嗽时机器人会为他捧上茶水,而老人也会像对待孙子一样,奖励他一盒饮料。 机器人捧着饮料如获至宝,就像真的小孩子一样对老人做出回应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,电池换过一次又一次,这天,老人递给机器人两张马戏团的票,机器人小心地将票珍藏在胸口,然而还没等到开戏那天,老人的身体却越来越不适。 终于有一天,机器人拿着草帽高兴地来到老人面前,却发现老人怎么也醒不过来了。 机器人惊慌地摇晃着他,拿着电池让他为自己换上,以为这样老人就会起来。 但最终他认识到残酷的现实,老人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。 机器人流不出眼泪,他只能紧紧地抱住老人,逐渐冰冷地躯体,可他看了最后一场日出。 老人走后,机器人仍旧每天帮他照顾花草,被他守候着空无一人的家。 最终,机器人的电也耗光了。 在他耗尽电力之际,看到了老人的影像,他惊喜地狂欢,原来主人并没有扔下它。 他将那两张马戏团的票递给老人,然后牵着彼此的手,缓缓走向梦中的马戏团。 短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故事虽短,却讲述了一段温馨美好的情感。 如果你家里有老人,趁着还在,请多给予陪伴。 切莫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时候,再来后悔莫及。 好了,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,咱们下期再见。